大家好,歡迎收看GTuber 今集和大家去到珠海拱北口岸附近 住一間國際品牌酒店 自選假日酒店 這間酒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 附近還有很多食物 走去下灣夜市都只是10分鐘 性價比都不錯 想知道這間酒店到底行不行 就跟著阿珠巴一起去Check in 酒店是在福隆大廈 前台就在三樓的酒店大堂 酒店設計用了灰藍色做主調 某些位置就用了鮮艷的橙色做點絕 形成強烈對比,感覺相當有活力 天花用了啡色的木材 來中和灰藍色的冰冷感 整體感覺型格得來又不失柔和的氣氛 大堂面積雖然不大 不過都有個休息區位置 Check in 之後就上房了 電梯要督房卡才上到客房樓層 房間面積大概260呎 大就真的不大 但又不會太有壓迫感 設計風格就跟大堂一樣 我就不再多說了 先給大家看看我最重視的廁所 洗手間空間不算太小 很多酒店比較小的房型 為了令到房間看起來大一點 都會犧牲了廁所的空間 他們沒有這樣做到 真的要給他們一個like 洗澡位不小 一個人用滑滑有餘 手持色花灑 水力不夠,沖得不爽 行溫就OK的 洗護產品是用大支裝 用完感覺就正正常常 不會好乾的 快鏡用了滲光設計 略嫌有少少不夠光 照得不夠清楚 洗手盆就只有一個 有支大的洗手液 提供了牙膏、牙刷等的個人用品 這個風筒夠熱不夠力 和風不夠集中 要吹個美美造型的話 就要看技術啦 廁所位不是獨立間開 所以空間感不錯 廁所旁邊有個開放式衣櫃 下面就有個位可以擺行李 每間酒店都有的隔板 兩對挺好穿的棉質拖鞋 對面有塊全身鏡 可以照到靚一靚才出門口 電視目測應該是40吋 稍微細了些 鍋內台基本上是齊了 其他的就沒有了 工作桌上就有個熱水鍋 提供了咖啡包、茶包和兩支水 在下面就有個雪櫃 裡面是桔的 這兩罐汽水是因為當日阿豬撈生日 Check in 的時候姐姐送的 還送了個果盤給我們 長身就有插頭位 但就沒有三腳插 記得帶轉插器呀 好在有兩個USB頭 就算真的忘記帶都OK的 另一邊就有張梳化仔 還有一張桌子 在這裡吃東西很方便 旁邊還有插頭位可以充電 那就不怕坐在沙發的時候 電話沒電啦 六尺大床 床褥就偏硬 我個人就不太喜歡了 枕頭就有一軟一硬 硬那款真是堅硬呀 兩邊床頭都有燈掣和插頭位 雖然都是沒有三腳插 但每個都有USB頭的 這間房間 景觀都幾開揚 是望城市景 不過就對著一個應該是污水處理池的地方 看完房間 就和大家去酒店樓下的Dock Bakery 喝杯飲料 喝飲料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分享和留言點讚GTuber 多謝 還有按鈴鈴 那阿豬巴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了 謝謝 這間Dock Bakery 是在酒店地下那層的 除了有普通咖啡飲之外 還有手沖咖啡的 當然非咖啡類的飲品都有啦 阿豬就喝了這杯抹茶抹里可鹽米魚 超重抹茶味 奶味就不酸濃 加了少許可鹽 甜甜的又鹹鹹的 味道層次非常豐富 好喝 我就當然是喝杯咖啡啦 美式咖啡 有好香的咖啡味 喝到烘焙味很重 沒什麼酸味 感覺很像24味 不過我覺得挺好喝 難道我喜歡喝24味的 朱古力可種 朱古力味非常濃厚 不會得過甜 這個包就非常鬆軟 超級好吃 除了這個朱古力可種之外 還有其他的麵包 冬粒和蛋糕 煮多杯手沖咖啡喝一下 哥倫大爆炸 有好香的生果味 咖啡味不濃 酸味適中 淡淡的 都挺好喝 這杯無咖啡因的 露液波士茶辣梯 個樣超美 奶味和咖啡的比例 配合得挺好 好喝 這裡環境和服務都非常好 有室內和室外 酒店來說 價錢也不算貴 在這裡吃個包 喝杯東西休息一下 確實不錯 喝完咖啡 就跟大家看看酒店還有些什麼 有間酒吧 入到去感覺超高思義引渡 所以我就快意試影了 這個置空間 除了有兩部電腦可以隨便用之外 還提供了微波爐 檸檬水 和久幾菊花茶 不適合喝的話 還有各種飲品和零食可以買 要洗衣服的 可以來洗衣服 空間都挺大 還有一張梳化仔可以坐著來等 第二天 第二天睡醒 就下去吃了一個自助早餐 有沙律 牛奶燕麥 茄汁焗豆 粟米片 蒸野有 番薯 粟米 饅頭 菜肉包 炒菜 茄子 炒米粉 炒飯 想吃粥的話 有白粥 和魚片粥 當然還有油炸鬼 吃粥太清淡的話 就即場煮碗麵 西式的就有 煎蛋 煎肉 腸仔 炸洋蔥圈 還有各式各樣的麵包 和水果 飲品就有 凍牛奶 熱牛奶 豆漿 紅茶 莫里花茶 可樂 橙汁 咖啡 食物種類選擇不多 整體味道就不過不失 環境和服務就OK 藏衣背後 撇開美麗包裝外層 讓你知道實際情況 讓你三思以後行 這間酒店地理位置非常優越 是在拱北口岸附近 由港珠澳大橋召車過來 大約都只是10分鐘 走去超出名的下灣夜市 又是大約10分鐘 連10分鐘都不想走的話 酒店樓下就已經有超多食物可以選擇 各類餐廳、酒吧、便利店、按摩等等 任君選擇 至於酒店硬件方面 一句就可以形容了 麻雀雖小 但誤狀俱全 裝修設計上 型格得來又不失柔和的氣氛 我個人來說幾喜歡 整體服務都幾好 是中上水平 價錢方面 連稅499元一晚 性價比也不錯 那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第一樣就是隔音有點差 我們住在16樓都聽到樓下的車聲 影響了入住的體驗 第二樣就是要轉升升降機 上三樓大堂之後 要走去後面轉第二台升降機才上到客房 第三樣也是我比較在意的就是 因為不是整棟大廈都是酒店 其他樓層會有 KTV 、按摩等場所 感覺上環境有點窄 加上電梯裡面貼了這些廣告 觀感上其實都幾差 雖然要督房卡才上到客房樓層 但整體感覺就真的不太好了 如果不介意這幾樣東西的話 這個價錢絕對是注意得過的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見 拜拜